你的心放在對方身上 自然而然那個頻率就會相同 無見到這種感覺 我覺得會比我 太扯了吧 也太有默契了吧 什麼 你有 我也要說 太扯了吧 太扯了吧 我不想跟他對立 最轉一次圈圈 他陪我 至於他在我心中地位很高 HELLO 騰訊視頻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圖善淳 我在近距離愛上你裡面 也飾演的是蕭立成 HELLO 騰訊視頻明媚專訪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立安 HELLO 騰訊視頻的網友們大家好 我是安俊鵬 我在近距離愛上你中飾演的是葉欣絲 HELLO 騰訊視頻的網友們大家好 我是林家衛 我在劇中飾演的是傅永杰 你們在現實中的性格是什麼樣的? 生活中有什麼興趣愛好? 我在現實裡呢 是一個比較慢熱 然後有一點點老靈魂的人 然後我平常的興趣就是彈彈吉他 打籃球 然後畫一些壓克力畫 我平常的興趣就是喜歡聽音樂看電影 然後我平常興趣有在打DJ 打DJ 打爹啦打爹 玩DJ 我的話呢 我個性就是 因為我是獅子座 所以我的個性就比較直接 然後也是一個蠻樂觀開朗的一個人 我興趣也是打籃球 然後蠻喜歡看書跟看電影 對 我還是喜歡唱歌 因為大家好像都喜歡聽我唱歌 所以我就很常開直播在唱歌 我的個性呢就是比較慢熱 然後熟了之後呢就會發現我非常的古靈精怪 然後我個人就非常愛笑 我的興趣就比較喜歡戶外 我喜歡衝浪 然後我也喜歡跳舞 聽說你私下也是一個運動愛好者 那麼你有什麼比較喜歡或關注的體育賽是嗎 因為我以前就是我以前過去是球隊的 那我們練完球的時候可能已經9點左右 那時候的節目在專體育台就是剛好是WWE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會帶大家一起看 看完之後隔天就會跟學弟來一個實際上的演練 所以有些招數我大概略懂略懂 大家都說整部劇的服裝費用都花在了你的身上 你怎麼看 呃是沒有錯啦 的確在藤木人每一個畫面好像都有換衣服 我還記得服裝組姐姐然後就說 你怎麼感覺穿什麼都好看 然後就把一堆衣服都染在我的身上這樣子 就剛好在這個劇裡面有很多套衣服可以去呈現 你覺得是什麼契機讓你接到了這部戲 出演藤木人這個角色呢 可能因為導演跟出品方可能認為我跟這個角色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他們有一些在我身上有看到藤木人的意思 我一開始就是原本是視弟弟 到時候變成藤木人的 對 那你覺得自己和藤木人的性格相比 有什麼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 相似之處的話應該是外人看我 可能會覺得我是比較高人的部分 但其實我跟藤木人相反的是 我其實內心其實蠻像小里程的 愛搞怪啊 愛搞笑的一個小小男生這樣子 所以我也助於我在創造藤木人這個角色的時候 然後就是把我高人的一部分 然後放到最大 注入在藤木人這個角色裡面 你在生活中是個比較幽默的人嗎 幽默吧 各位有幽默嗎 有幽默嗎 有有有有有 可能自以為幽默吧 你感受到了嗎 你感受到了嗎 非常樂觀的人 現實生活中的自己是怎樣的呢 我在現實如果是面對感情的話 其實就不會那麼 應該是說我的行動會主動 但是我不會 主動去確認心意這件事情 因為我現實的我會覺得 一段感情裡面 重要的是那個過程 而不是說一定要 兩個人彼此之屬於對方 所以我通常不會那麼主動的去 說出不喜歡你啊 或要不要在一起 但我會用行動去讓你知道我在乎 對於在演藝圈的發展 未來有什麼具體的規劃嗎 因為這算是我第一部戲吧 所以就希望還可以有更多機會 然後有更多的作品 然後展現給所有粉絲跟觀眾看這樣子 我之後的工作計劃就是 因為現在我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在家裡 所以我就在線上做一些歌曲的宣傳 然後本來是六月初可能會進下一集 但是因為 也是因為往後 就整個大家的時間都往後進了 所以可能會 往後半個月到一個月左右才進一集 如果讓你選擇一種角色類型 你會想演什麼角色 我沒有限制自己 沒有限制自己去一定要演哪一個角色 因為我覺得其實某一種程度上 有點緣分的感覺 因為我很享受突然來的角色 但我自己有一個劇種我特別愛看是古裝 因為我很喜歡虎哥 所以就是虎哥從以前到現在的所有古裝 我都有看 《仙劍奇俠傳》 《風中奇緣》 《風中奇緣》 然後… 不管是俠客 還是軍師 之類的 我都很愛 我很期待看到有一天自己能夠穿上古裝 然後拍古裝 你們在Reaction的時候 有些鏡頭你們還是有點害羞 有沒有在拍戲過程中感覺到害羞的地方 其實不會耶 在我跟蕭立成在演這部劇的時候 其實很多輕的戲 有時候我們還是自己臨時 然後突然加馬琴 或者是做很多親密的舉動 但都是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因為我們演員就是 進了劇組 你不管做什麼樣的事 都是那個角色嘛 因為你現在拍的這檔戲的所有過程 那都是角色裡面的所有的一個片段 所以就進入那個檔下 這首歌屬於你是多久創作出來的 可以講講背景嗎 這個大概 這是排戲的時候 我跟導演一起討論的 就是導演那天就問我說 他好像知道我會彈吉他 那我有沒有興趣 就是以蕭立成的角度 寫一首歌送給等等 然後聽到這個我很興奮 我就答應了 後來我大概花了兩天的時間吧 把這個詞寫出來 因為導演的提議就是 是從蕭立成的角度 送個禮物給藤木人 所以對我來說 所以對我來說 我已經那時候已經看過了 整個二十集的劇本 然後導演有給我一個大概的方向 好比說 敘述我們的這段過程 然後我是什麼樣的心態 想要把這個禮物送給藤藤 那我在寫詞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說 從我們兩個是一個 非常不一樣的好朋友 開始講述這段感情 然後到我們劇中的過程 後來是藤藤她願意打開心房 接受我們兩個 然後到我們走在一起 對 所以我覺得整個寫詞 是有一個故事的眼鏡的感覺 在這首歌中 你最喜歡的歌詞是哪一句 我最喜歡就是最後面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me 那你是怎麼理解你有著冬天的側臉 而我是炙熱的夏天這句歌詞呢 這一段詞其實就是我覺得 是我們兩個的象徵吧 就是這段詞 只要一唱出來 那時候一寫出來 我就可以 其實心裡面很立體的 浮現出我們兩個的角色 相識而互波 對是互補的 互補天空 劇中你們是怎麼去培養彼此的CP感的 怎麼做到快速入戲的 我跟騰騰在培養這個默契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我們兩個的狀態 跟戲裡面 歷程跟騰騰的狀態是很像的 因為他們在戲裡面 就是從朋友開始出發嘛 然後我們兩個本來就是朋友 在現實的世界 然後後來進組之後 我們透過每天的排戲啊 然後每天晚上去通電話 然後就講新事也好 講今天拍了什麼也好 也會聊明天的場次 我覺得就是跟歷程跟騰騰的 這段時間我們越來越的 越來越把感情 黏在一起 然後越來越在乎對方 嗯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 在劇裡面就等於就會把 彼此就會把 心放在對方身上 所以你的 心放在對方身上 自然而然那個 頻率就會相同 對 我的話大概就是 我就把自己真的當作 有一個弟弟這樣子對待 恩 就這個 這個很特別就是 因為一開始可能還不熟悉 但是當你對對方提出一個要求 比如說 我就會跟他說幫我買咖啡 但雖然這件事看起來好像是 我很在就是 就在叫他幫我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但這個 這個有時候反而會有一種親密感 就是你會 因為你不會對於你一個 陌生人 你會做這個舉動 你當然是對你可能親近的朋友 或是你真的 有相處過的人 你才會跟他說 欸那你去幫我幹嘛 去幫我幹嘛 所以就藉由這種方式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的那個關係也會 瞬間拉近的蠻多 我覺得就是在我們前期的時候 我們今天拍攝的地點比較遠 他會開車問我就是 要不要開車來載我去 一起去拍戲 然後在車上 我們就會聊了很多 其實我們聊都不會聊 有關拍戲的事情 我們反而會聊自己的過往啊 人生經歷啊 人生經歷啊 興趣啊 然後未來目標啊 規劃 我們聊很多 比較不管表演的事 我跟俊鵬有一個默契在 我們都不用對劇本 我們反而是在現場可能 接收到對方的情緒 反而在那個時刻感受到 我們會覺得最真實吧 所以我們其實私底下也不太對劇本 然後可能我需要他 或是他需要我的時候 我們只要給對方一個眼神 或是看對方一下 我們就知道對方需要彼此 那我們可能會去抱著啊 或是牽著他的手啊 這種 照理來講的話 應該算是尷尬戲吧 就那個時候我知道 肖立成有因為我做了那個舉動 然後有做夢 然後我們在廁所遇見 因為我之前演舞台劇的習慣 我覺得我表演我需要一整罐 情緒都到位 因為我在表演的過程中 我會站在第三個角度去看待我自己 然後我覺得 我那個情緒沒有做到確實的話 我會容易分心 那時候我就有點卡住在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要既轉身走位 然後既台詞情緒尷尬那個對應 我覺得我那時候表現的沒有特別好 就希望可以再把他演好 我自己的話我覺得應該是跟 消利成全集的那一場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我們 算是訓練的比較短 我們只上了兩堂課吧 然後把整場戲都排完 而且那時候其實拍攝時間 拉的蠻長的 那時候會覺得自己可能體力有點 就是負荷不住這樣 對然後我覺得現在的我們應該可以打出 可能更多層次或是更能打動人 讓人家更震撼的場面 但我覺得我們那場其實打得已經很不錯了 但我覺得如果再重拍可以打出 可能不一樣的感覺這樣 那時候你聽到了喔 他的白話文就是想報仇 對 如果我能夠重拍一場的話 我會想要重拍彈吉他 告白的那一場 因為那一場戲其實是我 那時候剛練好沒多久 就是剛錄完 然後是我第一次在對著鏡頭彈唱 哇我有沒有以為就是 現場收音不會用的 好緊張 後來看到播出就是前面有一小段 是我自己唱的 那個聲音好陡啊 就是如果能夠重來的話 我會把它好好的唱好不好 可愛的可愛的 因為其實我跟導演我們密謀了很久 就是從這首歌的初期創作到製作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是邊拍攝 然後邊也在另外做這首歌 那有時候我們會在放飯的時候 跟導演討論 然後因為我們有習慣一起吃飯 所以那幾天在討論的時候 立安會拿著她的飯盒走過來 然後導演就看她說 你去旁邊 走開走開走開 你不要聽你不準聽 那就感覺被排擠的感覺 所以她當下聽到對 對 你也能說 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真的是 不由自主的那個淚就往下掉了 然後但是 喔不行那個 那個情緒要收回來 那個不能太苦這樣子 因為對我來說 那也算是我們劇組拍最後兩三天 那對我來說 那一首歌等於是衝刷我 在近距離所有 在劇組裡面所有生活 跟大家的所有的回憶就會湧上來 我覺得那首歌就代表 這個劇組整個的回憶 就是很感動也很難過 然後就是有這兩個 情緒在這裡之中啦 對啊 我大概會選擇那個 在山上跟弟弟告白那一場 我覺得我應該是想要再次感受 那個甜蜜的粉紅泡泡氛圍吧 私心的要求 我願意再重回 帶我去 帶我去 帶你再重回山上 再轉一次圈圈 要背我 如果有機會愛搭 你最想和對方演什麼關係 我想想 我想 我想跟山純 演一個 刑警 刑警的 刑警的那個 劇 無間道的對不對 就是 也可以無間道 但是 我在想說我 變成是一個很風流的刑警 然後 你是一個很認真工作的一個 然後兩個二搭 這樣子 那個 在劇裡面可能就是 很多時候 山純會一直在酒整裹很多局勢啊 然後 我接受啊 因為其實我自己心裡也有想到 就是 無間道這種感覺 我覺得會很有趣 太扯了吧 也太有默契了吧 對我覺得這種 無間道這種感覺 同事的感覺 或者是我覺得 如果是古裝 然後我們在不同陣營 也是互相欣欣相喜的那種將軍 我也覺得很有趣 所以 什麼都要演 應該會想 演一個比較多衝突的一個 角色吧 就可能是 對立方 就可能他是好人 或是我是好人 就有一方是壞的 就會有一個很常衝突的一個角色 但應該不會再演 像是哥哥跟弟弟的感覺 希望有一個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搭配 我不想跟他對立 我覺得我們很適合演那種 可能 消防局的那種菜鳥 跟前輩 那你演我前輩嗎 我演前輩可以 不然 不然又是我一直欺負你 不然又是我一直欺負你 或我演哥哥或是我演前輩 長官 或是他演我死 也可以 哈哈 我給你死雞 威哥 威哥 我是大老闆 我 俊鵬要我死雞 可以 還是密切的東西 可以可以可以 我已經想好了 我可以先說 弟弟的動物的話 那就是綿羊 對 感覺很可愛 然後很溫 很溫順 然後你就會 就這樣子摸他那個 砰砰的毛 就感覺很乖 這樣子 很可愛的一個小動物 對 然後呢 水果的話我覺得 以傅永傑來說 他比較像 他比較像榴槤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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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果之王 他就是外面都是刺 但是其實 剖開來之後 內心還是很柔軟的 對因為弟弟在 在戲裡面 他就是這個樣子 他就是 碰到誰他就是 不可憐 然後都不理人 然後就很拽 但他其實對於他 愛的人跟他親近的人 他就會有 另外一種表現的方式 俊鵬的話 他的動物就是獅子 其實不管他是俊鵬還是 夜姓絲 其實他都是獅子 因為後面的夜姓絲 其實也是一個 你知道萬獸之王那種感覺 而且加上他又是獅子座 他自己下也是一個很霸氣的人 所以我也覺得他 就是很像一隻獅子 對 水果的話 我覺得是 香蕉 可能 就是水果之王嘛 水果之王跟萬獸之王 都是他 然後他的內心都跟香蕉一樣 很柔軟 很容易 就是 很容易 腐壞掉 所以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很高 我覺得 立安對我來說的動物的話 是一隻 就是 對 因為其實宣傳或者是在拍攝的時候 他常常會就是 他會靠著我 或是他沮喪的時候 我們會黏在一起 其實有時候是透過 接觸來告訴對方 安全感啊 然後 對 那我覺得 以牧仁 如果用一個水果來敘塗牧仁的話 我會說 火龍果 我一個 因為火龍果的外 怎麼 你也要說火龍果 我也要說火龍果 很扯 太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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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說蕭麗神應該是火龍果 我很喜歡火龍果的原因 是因為 牧仁他的外在是一個非常亮麗的人 那火龍果的 他其實他就是一顆 非常之火焰然後很好看的一個水果 但是你把它切開之後裡面就是 也是很柔軟的 然後是很好吃的 就其實牧仁他的 本性呢 是一個很照顧人 然後 你接觸他之後 他是一個很容易親近 為你著想的人 如果是動物的話 蕭麗神是哈士奇 贊神的話 我覺得很像大象 那哈士奇 那 哈士奇呢 是因為 他在近距離裡面 所有雜交的感覺 都很像 哈 就很黏人的哈士奇 這樣 在那邊 甜甜臉頰家這樣子 這種感覺 那 私底下的善存 像大象 是因為 他私底下 很像一個 很穩重 然後 很有安全感的一個男生 所以我跟他相處的時候 我在他身旁有感受到一個很大的一個安全感 那水果號 蕭麗神也是火龍果耶 因為我想像成說 火龍果 因為他外表很像一個火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他很像蕭麗神 對於任何事情的那個熱情的態度 然後 內心的話 他就是你可以剖開了 你會感覺到 欸其實 火龍果還有甜甜的感覺 還有一個溫柔的一面 露亂的一面這樣 連呼吸都折磨 而我是炙熱的夏天 我心中就是有我哥 弟弟還是很喜歡我 哈哈 好嗎 好嗎 好嗎